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前台各地都是暖乎乎的天气状况 不过特别提醒大家 明天即将有一波新的封面跟冷气团要报道 影响台湾了 这部封面云溪带来的水汽蛮多的 中部以北地区都有机会下几些短暂阵雨 同时气温也会明显的往下滑 在明天全台各地都会越晚 感觉越凉越冷 中南部地区虽然说不会下雨 但是云量也偏多 同时晚上气温也会下滑转凉转冷的 所以是提醒大家明天冷气团报道 这部冷气团会造成全台有感的降温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保暖的设施 那么沿海的风浪也会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逐渐的增大 也是提醒大家从事海上活动 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那么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 有一个新兴的病害叫做草莓叶枯病 耗发于秋冬两季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现在还没有一些推荐的药剂 所以如果您有发现您的草莓园里面 出现像照片上面这样子的病症的话 要赶快的摘除带离田间 减少田内的感染源了 好那么另外你要特别提醒高屏地区的 观众朋友们要注意了 现在红豆陆续进入了开花期了 多加留意田中的剂码还有夜满的密度 适时的喷药来加强防治的工作 好那么在明天主要就是24节气中的小雪 这个节气了 这个节气其实非常符合明天的天气 明天刚好一波冷气团阳南下 影响台湾 它是冬天的第二个节气 晚上会逐渐的有寒意 就像现在一样早晚开始转凉转冷了 那么二期到座的收获也陆续完成了 准备储藏好过冬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接下来明天开始温度会明显的转凉转冷 而且接下来还会有几波冷空气会暴到的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赶紧加强相关的暴暖措施 来看一下明天一波结构蛮扎实的风面雨性 逐渐的要南下影响台湾了 预计是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都有机会受到它的影响出现阵雨 再加上东北风增强 可以看到全台各地的气温都会明显的往下滑 北台湾的低温有机会降到只有13度到14度 中南部地区的低温也会跌破20度以下 而且冷冷的天气至少会持续维持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整体来说在接下来这个星期都是一个比较偏凉 偏冷的天气状况 来看一下明天东北风增强 同时水气也增加了风面通过 在台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都有机会下起一些阵雨 接下来虽然说东北风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所以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这几天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几乎天天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提醒各位农友们 再加上温度很低又有下雨 湿湿凉凉湿湿冷冷的天气 特别容易诱发一些疾病 大家务必要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治的措施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虽然说天气晴朗 但是日夜温差也会逐渐的增大 大家也是要多加注意温差对于作物的影响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明天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风会增强 越晚这个阵风就会越大了 所以可以看到明天平均风4到5级 但是阵风可以来到8到9级 9到10级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的风浪是逐渐的在增大当中 风浪是属于大浪的等级 那么浪高会有原本的1公尺 转4公尺再转到5公尺 这个浪高也是逐渐的增大 所以明天的海巷也是逐渐的在转差当中 提醒大家从事海上作业活动 务必要多加留意安全了 那么在离岛地区同样的也是 明天平均风是来到了4级左右 阵风也是一样可以来到9到10级 浪况也是一样是属于大浪的等级 那么在潮湿预报的部分 特别提醒金螺市的中山区 明天适逢大潮的时间 满潮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37分跟晚上的9点49分 那么其他的地方是属于中潮 在多加留意满潮的时间 那么离岛地区则是金门县的金湖镇 还有连江县的南甘乡是适逢大潮 那么澎湖县的马公司跟台东县的兰雨乡是来到中潮 再提醒大家多加留意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了 好那么在温度变化的部分 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新的一波冷气团报道 而且封面也会报道带来降雨 所以天气会跟今天差别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明天的高温都会比今天降至少有6到9度 非常的多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北部地区会明显的感觉到冷 那么中部地区温度也会降个4到5度 左右 南台湾同样也是温度降到2到4度左右 明天的气温都会比今天明显的往下滑 而且不仅是白天的高温往下降低温 也会明显的往下滑 可以看到明天北台湾的低温就会降到只有14度了 空旷地区更有机会来到只有13度左右 而且在未来这一个星期 气温都是偏凉偏冷的感觉 特别提醒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农友们 真的要多加留意相关的防寒措施 要赶紧的来赶快实作了 那么另外在南台湾其实也是一样 在明天的温度也会稍稍的往下滑 低温也会跌破20度以下的空旷地区 有时候风大吹起来 感受上会更加的容易一点点 也是提醒大家 多加注意相关的防寒措施 要赶快地把它实作完成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